Hello 各位好 我是Design Studio 陈森迪 今天是中国一年一度仅次于新年的大节日 中秋佳节 首先我代表Sandy Chen Realty International公司群体员工 祝所有朋友及家人们节日快乐 合家团圆 花好月圆仍藏在绿水青山新如族 中秋意味着2022年已接近尾声 大家也有目共睹的房地产行业 在过着的两年中练习而上 历经了疫情的重重困难 却仍然积极飙升 但是却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遭遇了寒冬 很多买家开始观望 投资客也驻驻不前 同时很多卖家也在加加求售 而不得之后暂时退出了房市 我们Sandy Realty International在疫情期间 开播了Sandy敌产世界专访节目 同时也开通了Sandy Realty YouTube油管频道 和大家分享房市趋势及热点追踪 因为房市动态在不断变化 跟踪我们紧跟市场趋势才会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不仅如此 在房市困境中 我们不仅超二完成了今年300年的业绩目标 而且业绩与去年和前年同比依然大幅增长 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所有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新老客户 一切成就源于相互的信任 市场变化自古有之 在房市上的行期大家都其热融融 买得开心 卖得也放心 但是如何在动荡的房市中 帮助客户调整战略 重新规划 不管是买还是卖 要把好好的把握实际 因为 Opportunity always goes to those who are prepared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生产如战场 而我们永远处于备战状态 帮助你打印每一个有准备的战 才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准则 When it comes And spring won't be too far behind 这只是黎明浅的黑暗 房市有起有落 周期循环不止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永远是最稳健的投资 和财富积累的最佳方式 No matter what We will be right here for you 在此终究佳节之谨 再次祝大家 节日快乐 团圆喜乐